你知道戴木白和朱竹青的五魂融合技有多强吗? 超级优名白虎竟然堪比神级 在唐三成为海神后 戴木白和朱竹青吸收了残余的海神神力 戴木白直接从魂斗罗提升到了95级 朱竹青提升到了93级 并且各自获得了一个十万年魂环 七怪返回大陆之后 五魂帝国除了六大供奉之外 竟然又从别处调来了八位封号斗罗 一共有14名强者 在上百名魂斗罗的辅助之下 向着冲上来的戴木白等人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尤其是戴木白至少有六名封号斗罗的攻击集中到了他身上 其中还包括了三名供奉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秒杀戴木白 戴木白在一瞬间施展了和朱竹青的五魂融合技 不仅扛住了这些攻击 而且还冲上了嘉陵关的城头 此时熔融的增幅竟然失效了 因为九宝琉璃塔是不能对神级强者进行增幅的 这就说明两人的融合技威力竟然达到了神级 两人刚登上城头 下一秒就扑向了金恶斗罗 此时金恶斗罗正在对付马红俊 面对两面夹击 金恶斗罗先迎上了马红俊的攻击 在一瞬间的碰撞过后 马红俊身受重创 戴木白大喊道 赶上我兄弟 老子灭了你 只见一只巨大的胡爪 直接打在了金恶斗罗身上 金恶斗罗的五魂针身虽然很大 但跟超级优名白虎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 这一巴掌拍下来 金恶斗罗已经是眼冒惊心 鲜血直接从口鼻中飙了出来 戴木白又挥出一掌 只见无数破碎的鳞片四散纷飞 金恶整个人的身体都嵌入到了城墙的岩石之中 这是金恶斗罗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 戴木白和朱竹青仅仅用了两招 便将金恶斗罗打得血肉模糊 想要彻底恢复到巅峰实力 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毕竟年龄太大了